中国女星刘亦菲拥有空灵美貌 而被封为神仙姐姐 是不少人心目中女神 近来她因演出古装剧梦滑碌 人气更上一层楼 还和新剧去有风的地方 男主角李献传出绯闻 甚至还有人爆料 她早已和小鲜肉秘密结婚 引发了热议 并且网路上疯传一段刘亦菲结婚的影片 只见她身穿红色貂皮大衣 乌黑长发绑成公主头 头上戴着皇冠 而一旁的新郎长相清秀 两人跪着对家长行李 背景贴满了喜字 现场喜气洋洋 俨然这是出嫁过程 随着消息越传越凶 网友开始疯狂起底 新郎的真实身份 但接着有人跳出来澄清 影片中的新娘并不是刘亦菲 只是一名来自福建的素人女子 因为长相神似刘亦菲而登上热搜 才会被误传成刘亦菲的喜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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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